虽说现在社会是物质社会,结婚反对样看的都是对方家庭条件状况 但是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人品还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好的人品可能比物质更不可缺少 只有好人品才是两个人相处的重要准则 1.喜欢撒谎 一个喜好撒谎的人是没有人敢把自己的未来交给对方的 以后你们结婚过日子肯定要坦诚相待的 若都保留自己的小心思,那还能算是一家人吗 一个连最基本的人品穷实都做不到的人 能对外边的人撒谎,对你也同样 这样的人你会放心和他在一起吗 2.自私 有时候相处是最怕遇到那种自私的人 只为自己着想的人,不为别人着想的人 尤其是女人 他们肯定想找一个能为自己遮风挡雨,能够为他们付出的人 一个自私的男人是很可怕的 你不知道和他在一起未来有多辛苦 3.不上镜 不喜欢付出 其实这个社会并不是怕你穷,就怕你不愿意付出 现在社会发展的好 只要你愿意出力气,出心思,到哪都不会饿死 到哪都会混出名堂 但是要是那种混吃等死 做事用眼高手滴的人是非常可怕的 和这种人在一起是没有未来可言的 4.不懂得感恩 人总会遇到一些困难,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 得到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以感恩之心想着去回报别人 但是那种只为自己,不懂得感恩的人绝对是不能要的 因为以后你们过日子,他只会让你付出 而且会觉得理所应当 你的日子会过得很累 谢谢大家